《航魔的2.0》 劇透 劉沛月耀消息催淚一幕必成经典 《航魔的2.0》第17集劇透上回讲到 路斯 麦凯晴识对马桂 马国明识的航魔血汗淺甚感兴趣 对他恰而不舍 莱斯 邓沛而识 时刻担心弟弟的安危 韦豪 胡红军式特厂萊斯加 原来他以德式萊斯与《魔的秘密》萊斯中导出当年之事 韦豪感同身受 主动与萊斯结盟 莉莉 谭家仪式京式贝拿 劉沛月式离家出走 恨感担心 贝拿中要面对与家人道别的时候 只若见贝拿父亲贝生对女儿的死装作若无其事 大感奇怪 马桂想念与贝拿相处的时光 恰巧遇上黑国乘客 黑然发现他就是贝拿母亲贝太 并对马桂深感奋恨 马桂放不下对贝拿的愧疚 最新一集《黄魔的2.0》内容 都都sir 韦家红色 发现金鱼佳最近怪事连年 萊斯子弟出动 并预见被魔操控的伟毫 贝生 贝太始终未能接受贝拿已死的事实 马桂难过 对此无能为力的贝拿 误会父母已将自己围亡 心感痛苦 马桂 紫若 封师爷 师君色 帮忙解开贝家心结 贝拿中向双亲道别 马桂得色贝拿快将离开陈世 若有所失 紫若劝马桂面对贝拿心中的感情 以及对他的悔咎 莱斯与卢斯分别对伟毫 贝拿占生情意 醉酒的阿花 在金鱼佳巧遇正在《黄魔的卢斯》令他想起一位故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